2018年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5月6日于圣盖柏西尔顿酒店 举行洛杉矶分赛区第一次海选及新闻发布会 本次大赛由美国新宇文化公司主办 洛杉矶时尚传媒及帝皇娱乐协伴 本次大赛将有来自中美共11个分赛区的 加利门共同角逐后冠 以及总价值上万美金的奖品 活动规模较去年更为盛大 我们除了第一次海选之外 我们也会在6月10号 我们会在洛杉矶进行第二次的海选 那我们会在7月29号左右 我们会进行洛杉矶的整个的总决赛 那届时呢我们会在总决赛当中 选出三位到四位的加利 代表我们洛杉矶到旧金山参加 9月29号的整个的 2018年的国际时尚旅游小姐的总决赛 从17年美国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到今年的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主办方负责人常青宇表示 赛事的这一升级是为了更好地搭建一个宣传中华文化的海外平台 所以我们在外国的海外华人 大家都会有一些情怀 对祖国的情怀 那我们信誉文化的情怀 也是一个选美比赛的情怀 就是利用这个平台 发掘出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中国的女孩们 让她们可以在未来的世界上 有各个展示的机会 把中国文化宣传出去 本次海选评审项目包括 选手自我介绍 台步展示 才艺表演 机智问答 以及自由随拍 初选后 参审评委均表示 对本轮海选参赛选手的表现感到满意 第二次参加LA的海选活动 今年的选手的才艺方面更为突出 我很开心这两年都看到了很多 非常的有才艺 然后有梦想 还有实力的这些女孩子们 本次国际时尚旅游小姐选美大赛 面向年满16至29岁的未婚女性招募 了解更多大赛信息 请至美国新语文化官网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